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直在从事运动教学 就比较完整地经历了一个我们教学的一个变革 首先从硬件来说 因为我们上学的时候或者我们刚刚低业的时候 那时候文明体什么的还基本上没有 所以就是靠老师的一本教材一直分笔 然后后面背后是黑板 这媒体的应用一下子是这个信息量和这个资料的来源就丰富了 努力地在改变 那么起码我们现在上课努力地在给学生创造一种 比较自然的 比较民主的 和谐的 宽松的一个气氛 现在环境改变了很多 所以就等于一进学校的校门 心里很舒畅 你看到这个湖 是吧 看到这么多的绿书啊 花草啊 心里很舒畅 在中学阶段 你给他们就是你付出的这些东西 然后他们能够怀念 怀念一辈子 我来你看到这个前面 我来准备吧 嗯 我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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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边是我的天啊 我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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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这么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